我们持续要来关注2014蓝白盒 那么现在呢 还依旧是处于一个争执不朽状况 国民党13号提出了 候选人6成政党支持度4成的版本 那么前立委郭正亮也就说了 这个版本的话他认为就破局了 他表示说呢 这个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 大概领先8到10% 候选怎么补呢 先来看到呢 在这个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王金平针对马前走后 呼吁蓝白盒用全民调 南部基层是引起很大的反弹 要侯友宜好好思考 因此他也担忧 可能会让国民党陷入分裂 这月前国民党民主党的前容 认为说现在啊 在这个部分 他也暗示说 好像在牌桌上 这个柯文哲是拿一块钱的筹码 跟手上有1000万的筹码的人 来喊梭哈 那么他认为说 有这种道理吗 大家认为说这个一个人 拿一块钱 案子就是柯文哲 但是呢 这个亮哥就来反驳了 他说如果说1000万比一块钱 为什么连占会输呢 连占甚至那时候呢 还有党产 为什么输给陈水扁 国民党家大业大 多有钱组织多强 结果居然选输给一个 最穷的陈水扁 还有就是在丁守中 丁守中为什么输给柯文哲 他认为说这个首长选举 候选的因素本来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说 有国民党能担忧 如果蓝白和 整个党都会被民众党给吃掉 被这个柯文哲吃掉 他认为这个说法实在是莫名其妙 那么其实前共事市长韩国瑜也响应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和 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来看到在联合报做出一个民调 现在大家依旧还是认为说要和才有机会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柯侯佩的分析 你可以看到支持侯友宜跟分别是支持 在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柯侯佩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侯柯佩的部分呢 也可以看到支持侯友宜91% 支持柯文哲55%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要怎么样来和最后的底线是什么呢 前立委蔡振元委员就说了 最后底线不合作是不是就开战呢 他说这群白幕说要跟柯文哲全面开战 不是要跟赖清德全面开战 他认为说实在太白幕了 这些国民党的白幕不想下架民进党 但是要护送赖清德 那这么一来国民党的选情 他认为就会再见2016 好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也抛出了这个全民调 共同要来推出蓝白正副总统参选人 那柯文哲就说了 下一次如果说他跟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见面 他希望能够邀请马英九先生来当见证人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消息层也表示说 朱立伦已经同意在马英九担任见证人的情况之下 只要蓝白两党共事他们就配合进行 并且等候同职 我们是配合的一方 那因为昨天柯主席提出这个邀请 但我们因为是一届党员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国民党中央的同意 那昨天我们有获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我们英英两党主席的邀请 我们来马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 但是因为详细的资讯他们怎么去协商这个时间跟地点 我们要静待通知 我们也等候两党的通知 我们这几天全部都把时间都空出来 我们把行程都取消 我们就静待通知 如果这个国民党的民众党已经谈好时间跟地点 我们都来配合 有一篇报导中提到说 蓝白现在几乎已经获取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侯友宜他只坚持当政的 我不认为侯市长是这样想 我认为侯市长还是非常的有这个大局观 而且我认为侯市长会赢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报导有可能是侯市长真实的想法 而且如果两党的协商 侯市长应该也会参与 那你怎么看今天联合报的民调 说有6成6的人希望说 有蓝白整合应该要纳入政党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担任建政的角色 所以我们就不便对两党的各个方案来做评论 而这里蓝白到底要怎么样的合才算公平呢 根据联合报最新的民调 有66%的民众认为蓝白和应该要纳入政党的实力 对此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表示说 面对这场选战他始终如一 人民优先政党其次 也希望能够跟柯文哲一起并肩佐证 我从头到尾我始终如一 面对这场选战 我们以人民国家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 政党其次 至于我个人永远摆在最后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也符合人民的一个期待 所以面对侯科或是科伙 大家一起共同并肩作战 那这过程当中政党目前在协商中 我个人从头到尾都拿出最大的耐心 善意诚意 一起面对蓝白合作 我也期待 柯主席也能够一样 不要再回到原点 把最大的诚意跟善意 一起跟国民党 大家好好在政党其他国争当中 剩下这几天 没有一个严满的结果 蓝白呢 在这个民调决赏复的方面 双方还是各有立场 今天总统马英九 现在也表态支持全民调 结果引发了党内的两极的反应 根据媒体报道 侯友宜跟助理伦达成了共识 提出了最后一个底线 就是在全民调的部分要六四比 六成是以柯侯配 侯科配对决赖萧配 四成的部分就是政党互比 前立委蔡政人对此说呢 有人说什么党比较大 所以要掌握主导 还说只有一块钱筹码的人 就想跟一千万的人来梭哈 这些纷扰 他也直接讲明了 如果选输了 还有明天吗 朱立伦、侯友宜跟金普中 还是坚持要有政党支持度的互比 那马英九、韩国瑜是不同意的 那那个其实原来柯文哲 他们连这个 柯侯配对赖萧配 侯科配对赖萧配 也不同意 他们觉得应该人比人 就是我跟你比 比照你国民党的制度 那所以他现在马英九讲的 柯文哲他们退了 就是接受马英九的建议 那现在就是 侯、金、朱三个人不同意 一定要有政党比例的比 他的理由是说 第一个理由说 我党比较大 对 这个话是没错 可是你要选得赢 你党才会大 你选输了 你党就分不到 那你党要大 就说好 那有人讲说 哎呀 这个什么 你才一块钱 我一千块 这话也没有错 这是李乾隆现在说 这也会没有错 问题你一千块标不到工程 对 这是问题在这里 你现在就说 你光他一块钱也标不了 你那一千块也标不到 你必须一千零一块 你才标得到 那标得到以后 你要来分 你说我一千分 分比较一千倍 那也OK 现在问题是你先标到再说 国民党很多人 这边讲说 哎呀 那以后 选输你还有以后 这么简单道理 那你蓝白不合就一定输 而且会害死很多小鸡 这是一个 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这个 现在就是马英九 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还被郭政兰调侃说 你们两个 好像第一次意见是一样 就是说 你要先把民进党下架 其他再有意义 你不把民进党下架 你说我自己选 那三四年 哇一条好汉 是吗 对不对 所以你在让民众失望 那都把六成的这个 像之前我讲的 六成要下架民进党 都怪罪你国民党 你国民党还有明天吗 那回过头来就说 今天在国民党内 好 这几人 就说马英九主张是这样 马英九这个东西 也不是柯文哲的方案 是 然后马英九这样的主张 韩国瑜也响应这样的主张 那柯文哲现在愿意 配合马英九这样的主张 你猴猪不配那就好了 请问一下 在国民党里面的影响力 谁比较大 你猴 不是我吐槽你们 猴金猪 三个人加起来 还没有韩国瑜 一根毛 不客气 我就公开讲 你们三个人加什么毛 你们屁股几根毛 我还不清楚吗 对不对 你那个朱立伦在选党主席 不是来拜托我 你选得上吗 对不对 叫我去拉林胜 我林胜 不想跟你合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嘛 不然早就被那个张 张亚中给打趴的地上了 差距很小嘛 对不对 不做吐槽 你有什么力量 好啦 郭局不跟你计较了 你如果不接受 至少马英九 现在国民党影响力 绝对比你们三个人加起来多 再加上韩国瑜 你三个有几两重 对不对 你要先看这个问题嘛 所以马英的讲对 不要一挡之师 要大局为重 你们听不进去的话 结果会很惨的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健康